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青春剧奢华时代影期待 赵丽颖搭档邱泽 张嘉义将50例作配 赵丽颖产后付出后 除了一部有匪 基本为了转型没有再接偶像剧 尤其重心都放在了 今年上半年合作郑小龙导演 主演的农村现实大戏幸福到万家上 不过时隔两年后 赵丽颖还是回归接拍了一部古装剧《与凤行》 这是赵丽颖拿手题材剧 基本上播出前就是报款预定了 如果说接与凤行是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大 赵丽颖也愿意通过擅长的剧 巩固一下自己的影坛地位 那眼下网传它又出演了一部 现代偶像剧就有点奇怪了 这部剧名叫奢华时代 位列在赵丽颖百科作品片单里 制作团队还不清楚 剧情方面也知知道 它讲述了一个富二代 从恋爱到结婚期间发生的故事 没有其他有新意的情节透出 不过该剧的演员阵容却是十分强大 看过后不少网友表示这是认真的吗 电视剧由赵丽颖和邱泽领贤主演 郭彩杰 张嘉义 江武 张国强 彭玉 吴秀波等一众戏骨作配 邱泽和赵丽颖曾在2010年合作过都市剧《家妻如梦》 这部剧在当时还是挺火的 邱泽在剧中演男一号 赵丽颖演一个小配角 两人交集不多 当时的邱泽正处于颜值巅峰时期 随后又出演了一些偶像剧 很快就火了 不过后来因为和前女友唐燕的一些事 又沉寂了多年 近年邱泽凭借生活家 当男人恋爱时重回了观众视野 演技相比早年更加精湛 她与赵丽颖又都是偶像派出身 如果一起出演这部剧 估计还是会有不错的化学反应的 张嘉义在这部剧中出演一个小配角 还蛮让人意外的 毕竟以张嘉义的咖位 她都是大制作剧中的男一号 更不太可能给赵丽颖和邱泽做配角 不过如果是客串一下友情出演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据悉她在剧中饰演一名医生 还有张国强 以及罕见露面的吴秀波 饰演的都是主治医生 上面几位戏骨都有过出演医生的经历 说到演员全是医生角色 江书颖曾在早年作品长大中 饰演了一名实习医生 虽然那时的演技相比 现在还很青涩 但已不难从中看出江书颖暗含的演戏天赋 有时候一个人在某件事上有没有天赋 从她前几次 或其他相关事的尝试上就能感觉出来 这部剧的演员表上还有吴秀波的名字 吴秀波自从出了某些事淡出娱乐圈后 她此前拍摄的一些剧都搁置上映了 奢华时代剧方还邀请她 不是她要付出了 就是这个名单你订的时间比较早 你对这部剧有什么看法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